而这个瓦斯钢瓶当然就是要做菜来用的了 而我们现在来看到的是真正的澳洲黑毛牛 这算是一个高档货 在台湾吃到的也不多 而特色呢是肉汁饱满 号称是比美国的牛肉还要香甜 现在就有烧肉店的业者 他们是一次完整的买一头牛 然后把价格压低 像这个和牛牛排的一份 只要300多块就吃得到 非常的亲民 讲到吃烧肉 一般常见的选项不是牛五花 就是去骨牛小排 在这里却点不到 因为这是澳洲和牛专卖店 一头牛从头到尾 总共细分为40个部位 比如说这软嫩的腰尖肉 就是腿肉的精华 后腹肉因为肚子的油脂丰富 烤两下就发炉了 还有这腰脊心一定要切这么厚 像牛排一样才会有咬劲 腿肉的话最起码都是6公斤 7公斤里面 然后取出来腰尖肉的话 大概只有一公斤的量 比较珍贵的 是入口即化 很多人第一次来 看到菜单都傻眼 那要从哪开始吃啊 看服务生匕首画脚 不是在做体操 而是在介绍你牛的部位 试试这个严选组合 600多块可以吃到四种部位 像牛肋条已经先断筋处理 烧烤过多汁又有嚼头 澳洲和牛的特色就是肉汁饱满 油汁带有甜度和淡淡的果香 依各个部位的口感 来决定是薄切或者厚切 老涛必点呢 就是和牛牛舌和横格膜了 这个保证外面吃不到 牛舌来讲它是Q 然后带嫩 然后横格膜它是软 然后味道很独特 这里的和牛牛排 一份300多块就吃得到 因为老板一次买进整头牛 价位才可以这么亲民 想要尝尝和牛的鲜甜 中午也有160块钱的和牛汉堡 贪心一点的分批进宫吃全牛 吃它个满嘴油香 再见